对于空军第11批女飞行学员们来说 最近她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那下面就让陈希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影像志 陈希 好的 天琳 进入今天的影像志 我们要来认识一下 屏幕上的这几位小姐姐 是不是又美又撒 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女孩 是空军第11批女飞行学员 最近她们完成了飞行生涯中的重要时刻 首次单飞 所谓的单飞 就是指飞行学员不再有教员同机指导 而是独自驾驶战机完成飞行训练 这群女孩表现怎么样 一起来看 天高蒙蒙亮 首次单飞的学员已经到达机场 坐着开飞前的准备 走在队伍里的女飞行学员 总是格外引人注目 而她们当中 王晨是今天所有学员中 第一个进行单飞的 大逆风天 对飞行学员的驾驶技能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是个巨大考验 逆风过大 飞机下降时 很难保持正常的下滑线 甚至会危及到飞行安全 这也让王晨感到了巨大压力 单飞的时候 我感觉检查了 无数次速度吧 因为像起高的话 调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速度大的话 着陆也不好做 但是如果收得太快的话 就是速度小 又会造成下滑线低 有一句话叫 起飞危险着陆难 之前训练中 王晨总会出现降落时 下滑线偏低的问题 正在塔台的教员们 也时刻关注着王晨的状态 最终从起飞到落地 一个多小时的飞行 王晨驾驶战机平稳落地 完成了高级教练机的 首次单飞 终于单飞完第一次了 就是感觉终于卸下一个动漫 就证明自己是可以的 没问题 大家都说飞行员是 刀尖上的无耻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所克服的困难 可能要更多 通过我们的努力 这段时间的努力 终于开花结果 所以在我们内心 我们也感觉到非常高兴 和自豪 随着战机一架架陆续升空 这批女飞行学员 全部顺利放单飞 这也是他们成长为 战斗机女飞行员的成人礼 这些女飞行员 是2017年从数万人中脱颖而出 开始飞行学习的 成功单飞的背后 要付出的是 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高级效能机 各种复杂气象 和简单战术动作 速度更快 飞行高度更高 这意味着 在飞行过程中 他们要承受更大的过载 付出更多的努力 为了能让自己的身体 承受住战斗机 高速飞行的过载 哪怕周末放假的时候 女飞行学员 也会主动来到健身房锻炼 增加你身体的肌肉含量 这样的话 能更好地承受过载 然后不至于在 拉过载的时候 黑视灰视 或者是丧失意识 在训练场上 严肃认真的女孩们 回到宿舍 就马上开始了 属于她们的轻松时刻 王晨和严仲岳都喜欢唱歌 这也是她们平时 缓解压力的好方法 这首相约去飞 就是她们写给自己的歌 我觉得我们首先是丁 首先是飞行员 其次还是女孩 我们做飞行员的事情 我们就克服自身的缺点 然后就发扬自身的长处 要把它做好 然后就当时写这个歌 我问 追梦的路上不去一人 任意无反顾不为浮沉 别回头飞向一些紧握灵魂 你的风只管勇敢的飞 谁让我们是守护蓝天的玫瑰 用这柔软却抗逸的手 去唤起情雷 别害怕只能向眼去飞 为心爱的人 住起蓝色的堡垒 天空永远又坚强的我 梦无怨无悔 天空永远又坚强的我 梦无怨无悔 逆风飞翔 无怨无悔 勇敢坚强 相信这首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再成为战斗机飞行 有更多的挑战等待着他们 我们也希望空军第十一批 女飞行学员平安起落 高飞远航 不断飞出人生的新航迹 现在的人民空军 已经成为集航空兵 地面防空兵 雷达兵 电子对抗兵 空降兵等多兵种 余一体的战略性军种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空军航空兵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 它与歼10C 歼16 一起称为歼机机三舰客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轰炸机 画面上的轰6K 是我国自行研制的 中远程新型轰炸机 景寻东海 战寻南海 远海训练都有它的英姿 今年9月 运20首次向境外 运载重型机械化设备 参加俄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 空军战略投送能力不断提升 这些国产新型战机 见证着人民空军航空兵 战略转型和体系建设的 坚实步伐 也对空军航空兵实战化训练 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北戈壁 两次获得空军金头盔的飞行员 游鹏飞正驾驶着 歼10C战机与辽机一起 与兄弟单位的两架歼16战机 围绕争夺制空拳 展开二对二激烈较量 一型机因为它更贴敌于实战 到未来的战场上面 对方的机型肯定都跟我们不一样 打到最后 就是谁能最终的 发挥好自己飞机的性能 装备的性能的优势 谁就能取得以空战的胜利 这样互为对手的空中对抗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此外 预警机等一大批新型特种战机 也逐步融入其中 实际上我们现在和预警机的接触 是越来越多 实际上预警机就相当于 我们多了一个盗 多了一双眼睛 它能把它的态势感知 传递到每一个作战的单元 近年来 一大批主战机型和先进教练机 陆续列装院校 飞行学员学理论 飞边界 打实弹 练战法 培训内容与部队衔接更为解密 训练基础更加牢固 训练模式向实战化靠拢 飞行人才培养进入快车道 列装现役轰炸机后 飞行学员在院校 就可以完成基础战术的学习 毕业后 经过机型改装 就可以担负战备任务 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探索 就是要加速飞行人才的 这样一个培养的这种速度 缩短飞行人才 形成战力所需要的周期 用实战牵引向打赢聚焦 71年前 空军航空兵从奉命组舰 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打出赫赫战功 如今他们出远海 穿山谷 上高原 开展大机群远程机动 夜间轰炸射击 海上对抗空战 战术空中加油 复杂电磁环境下体系对抗 突防突击 在实战化训练中 砥砺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